刀刀不离后脑勺 一刀更比一刀强 蒸泡一响 黄金万两 刀里个刀刀嘞 一刀更比一刀强 刀刀不离后脑勺 你看看 这小琴走的 步步催沙 步步要命 废了个废废 谢谢潘渡大哥的温暖班卡 感谢潘渡哥的温暖支持 小琴走的666 又开始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你说说 感谢用户839大哥的支持 欢迎大饼卷鸡蛋 光临直播间 大饼卷鸡蛋 那不是 大葱卷鸡蛋吗 山东人都喜欢 大葱卷鸡蛋 大饼卷鸡蛋 鸡蛋灌饼 这个其一步小心过河一个兵 不要小看这个兵 下一步摆兵 这个马要死 因此对方只能走马 要不然瑟瑟发抖 这样对方马虽然逃开了 中炮反打 主播的名言多吗 倒车库洗提新车 对象从来不要 废了个废废 小渣渣 废废 是 是 是 嘀嘀打是吧 叫沙一步是吧 吃 大刀临心来了 谢谢不再犹豫的英国梦 还是别来了 到时候来吃饭 不让走了 留下做儿媳妇 哈哈哈哈 呃 带手将军 对方飞象 这手棋呢 啊 先摆一手炮 刚才应该先飞个象再 再走 更优秀 刀刀不离后脑勺了呦 刀了个刀刀了 嗯 啊 不是飞象吃双 嗯 刀刀不离后脑勺 割把月就过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 啊 时间 你可过得太快了 我的天 大刀弯心死骑了 浸泡一将 对方一走 大刀一弯 对方出将 百具将倦 杀带走 刀刀不离后脑勺 废了个废废 越来越 越 越来越有感觉了 谢谢我三十三 打个的办卡 哎 对方这个棋 冲中兵 走的不太对 这手开局 会被 如果对方这么走 朋友们 这手棋 这手棋 我拱定之后 对方正确走法 是一个双横车 啊 或者这个棋 在这个局面下 对方选择摆炮 也是可行的 啊 这是两手 比较正统的招 其中以浸泡 这手棋 最常见了 现在最流行 尤其是高手局当中 最流行的布局了 那么对方这手棋呢 选择牛头滚硬解 我方这个棋 中炮 两头蛇的棋 我方将怎么走 下一招怎么硬解他 浸泡这部棋 硬解他 这不浸泡 硬解什么呢 对方上马 他敢上马 先打他一个 这个时候 你想盘头的话 我方 打之前 先上马 你看你这个马 怎么办 那你只能这边拱兵 如果你拱兵 我打完之后 再先手打相 同时这个棋 还有配合局的棋 因此对方只能飞相 这样的话 我出去再吃 对方这个棋 比如说把炮再摆开 我方再进去 你看 你这个马上来之后 会被攻击 你这个马上来 会被攻击 这手棋 你这个马还得乖乖回去 这时候中炮 不就揍了吗 对不对 因此这手棋 帮我方架中炮 他这个拱兵 好了 那对方不能直接上马 不能直接上马 就得拱兵 拱兵让我拱掉 你这个马 瑟瑟发抖 我下一步拱马 你怎么办 你只能上马 这事我方一打 先手打相 假如对方上马 把相给我 红旗啪地打 带手将军 下一步不要陈炮 先出鞠 争先手 这个棋呢 对方马虽然能给炮生根 但是他多半会走 这样的话 我方直接再陈炮 配合这个鞠过来 对方要飞 这个鞠卡在这儿 对方难受 这个棋 那这个棋 能不能进马呢 这个棋进马 我有摆炮的先手 对方这个马 还能往回 还得往回走 这个时候 我方进鞠 假如对方打过来 我这手棋 再吃我的马 我方将吃 对方打过来 我就不要了 这棋 选择进鞠将军 将军之后 这手棋 这个鞠炮 这个鞠炮过 但是也是红旗大优的棋 你都得抖这个鞠 还可以把炮再摆回来 可以把炮再摆回来 怎么走都是红旗优势 马都可以弃了 当然这只是笑笑的走棋方式 那么实战当中呢 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看看对方拱兵 拱兵我方拱 对方上马 我方打 对方选择飞向是必然的 不能让我打 打了陈底炮 对方也难受 这时候我方一过河兵 这个棋下一步拱 这个马要飞 炮能给兵生根拱死这马 因此对方避上马 上马之后 这个棋 对方的中路兵就沦陷了 马一走 中路兵要打 这个时候 红旗中路兵要打 大家要注意 这个时候我方上马 硬解对方进马 踢我的炮这手棋 这么一走 红旗就大优 但是这个棋呢 红旗少走了一步飞向的棋 飞向他就没有吃兵的棋 百局砍向更有力道 不过这棋咋走都是赢棋了 没有飞向也是赢棋 百局叫杀欢迎老妮 对方一吃我方一进 对方不敢吃炮 吃炮的话 大刀弯心铁门栓 这个棋 所以呢 在这局面下 我方又是杀棋 因此呢 对方选择了退马 退马之后 我方掐地打再次摆炮 这个棋在这个局面下 大刀一弯 金炮下底 双局强势铁门 这个棋直接废掉 总之呢 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这个棋呢 经常会走 这个局面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是一个顺炮局面下 对方黑棋选择 牛头滚的方式 那么我给大家 提供了一种方式 什么样的方式 当对方冲中兵之后 你下一步走 其实进炮 对方不敢上马 那么即使上马 也要先拱兵 那对方如果拱兵 为了上马 那么将会使我方炮打兵 正一步先手 然后再过河兵 你这么走 他就难受